先来看一组图片啊 那你能认出来这是谁吗 刘世世 而且是六岁的刘世世 那我们继续可以改变他的年龄 16岁的 25岁的 40岁的 60岁的 那而且呢 我们可以改变他的风格 比方让他穿上一身铠甲啊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讲的这个技术啊 这个技术呢 类似于Instant ID和PUID 但是呢 又不太一样 这是阿里新出的一个技术 叫做ECOM ID 那么这个技术呢 其实综合了我们的Instant ID和PUID 那么并且呢 让图像具有更灵活的泛化的能力 那么他这呢 也有一些例子啊 比方说一个女孩 然后让他年龄变小 对吧 然后可以让他穿上不同的衣服 这个技术呢 其实也是基于SDXL的啊 那他会将我们的Instant ID和PUID 包括他自行研发的这个模型呢 综合来利用 而且呢 你要注意 他是一个完全的Native的实现 就是原生态的 Conf UI的实现 而并不是一个包装器啊 就不是用Diffuser来实现的 那这个也是他比较好的一个地方 如果你想更多的了解他 你可以在我们的包包脸上看到他的这个主页啊 这个里边会有更加灵活的一个描述 那注意啊 这个存储仓库呢 他是结合了PUID和Instant ID的 所以说呢 能够更好的控制背景的一致啊 面部关键点的控制 然后呢 有更多的相似性 那所以说呢 在安装的时候你也会发现啊 就是说他需要安装Instant ID和PUID的所有的组件 然后才可以去用 然后他这呢 也有一些例子 这个可能更多一些 比方说我们看这个就比较明显 那首先呢 这是一张参考图 在ECOM ID里边呢 我们会发现只有这个男的啊 他的这个面部呢 发生了变化 两个小孩是不受影响的 但是你要是用PUID呢 可能两个孩子都会受影响 所以说呢 他这种精准控制呢 可能就不太到位 那大家也要注意 他有一些使用上的说明 我们看一下 首先是CFG值 CFG值呢 是非常灵活的 你可以从1到7呢 去调整 然后他推荐呢 是使用6 当然你可以在6的左右呢 这样去 不断的去试啊 当然我们一开始可以直接用6 另外的话呢 就是他可以支持各种各样的分辨率 因为他自己训练了一个精度更高的CountryNet 参数的数量呢 达到200万个 是吧 所以说呢 可以适应各种各样的分辨率 那这就是他的一个基本介绍 下边呢 我们说一下他的安装 首先呢 你需要将这个仓库呢 给他克隆下来啊 放到这个目录里边就可以 然后呢 下边的安装 其实如果你装过PYD 或者Instant ID呢 这个都非常熟悉 首先呢 你需要安装 Inside Face 而且呢 我们需要用到模型的转 所以会用到 ONX的Runtime 那另外的话呢 你需要将这个PYD的模型的 给他下载下来 那这个链接的话呢 你之前如果用过啊 那应该就不用下载了 如果没有用过的话 你就下载啊 另外我们需要有一个EVA的编码器 这个也是 如果你之前装过PYD 这个也是有的 FixLab 同样 然后我们需要 Inside Face的这个 Anti Loop VR的这样一个模型啊 所以你把它下载下来 然后呢 解压 放在这个目录里 然后呢 Instant ID 那我们需要它的一个 IP Adapter的Model 这个跟原生的Instant ID 是一模一样的啊 另外的话呢 这个CounterNet 就需要下载了 这个原来的 Instant ID的CounterNet 这个精度是不够的 所以说呢 把它下载下来 然后放在你的CounterNet 所在的目录安装呢 基本上就这样 好 下边呢 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才能充分的 将这个模型的特点呢 给它表现出来 最佳的工作流 又是怎么去做的 首先呢 我们打开一个空的工作流 然后呢 我们直接一个一个来间接点 首先呢 是Checkpoint Loader 我们就要加载一个模型 这个模型呢 一定是大模型啊 注意啊 一定不要用哪种模型呢 像这种写真类的 比方说YF Filter 这个东西呢 就是一个纯写真类的 如果你想调年龄的话 这种完全偏写性的调优 因为它是个写真类的嘛 所以说都是年轻美女啊 或者网红脸这种 不要用这个 它调不出来 因为它的泛化能力 它模型没有绘制老年人的这个能力 你怎么去用也是不行的啊 这呢 我直接用Juggernaut 或者用Revision都可以啊 这我用Juggernaut 然后呢 就是我们的提示词之类的啊 所以说呢 我们可以Clip 两个 一个正向的 一个反向的 对吧 反向提示词呢 我们就写一个通用的就可以了 正向提示词 我们也写一个啊 这我们先来一个最保险的 25岁的 看一下啊 是一个25岁的女人的一个肖像照 然后呢 穿着比较时髦的衣服 然后在夕阳中的沙滩上面 然后这样的一幅图片 那后边当然会用到我们的Kiss Sampler 这最后一步啊 在这呢 我们需要将这个Income ID呢 给它加载进去 所以说呢 我们这用Apply Income ID 有两个啊 一个Advanced 一个Income ID 我们用Advanced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需要将各个这个节点呢 都给它连上啊 Instant ID 这个呢 如果你用过Instant ID 这个都是有的啊 PuID Income ID Inside face 一定不要选错了啊 Cornite呢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那个Cornite 这一定要选对了 Income ID里边的那个Cornite 也是我们下载好的 然后这个是一个图片啊 图片呢 我们暂时上传一个load image 那我们上传一张刘诗诗的图片 再看一下 那这model呢 当然就是我们的这个图片模型了 然后是正向的提示词 反向提示词 然后这个KPS 我们暂时不用啊 然后这儿我们调一下 保持默认 跟那个PuID基本上是一样的啊 0到1 Apply weight呢 不用太大啊 我们给到0.3 或者0.4都行 我们给到0.3吧 它的实力的工作流里边 这儿给是0.3啊 然后这儿是0.8 我们保持默认 Noise是0啊 Average 然后呢 我们就得到了一个模型 正向提示词 反向提示词 然后Liturn image 我们来一个 这个呢 我同样用720x1280 注意啊 这是一个SDXL的 所以说不能太小 太小了肯定是不行的 然后呢 我们来一个VueDecode 把Vue连起来 CVimage就可以了 那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东西 调整一下参数 进行25步采样 CFG呢 它推荐是6.0 我们就6.0 这个它默认的这个采样算法是DPM-2 这儿用Keras 我们同样跟它保持一致 下边呢 我们来采样生成一遍 大家看一下 大家注意啊 我们就得到了这样一幅图像 这幅图像总体上来看呢 还是不错的 你注意啊 它面部的朝向 其实和这个图像是保持一致的 那同样和这个Instant ID啊 如果你希望你改变它的朝向 你可以再上传一张图片 控制一下它面部的朝向 比方说我们来上传一下 这张图片 那这样它生成的这个图像呢 它整个面部朝向和形态呢 就跟这个保持一致 再开始就这样 然后你可以换成其他模型去试啊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那比方说我们可以换成 所有泛化能力比较强的 比方说Dream Shaper 看一下啊 可能Dream Shaper的效果会更好一点 然后呢 你可以将这个给它调整一下 比方说呢 我们现在给它换成个 然后16岁 看一下啊 那这个感觉呢 其实并不是特别的明显 那你可以去调整一下这个图片的数量啊 比方说我们来换4张图片 这个说法我们之前都用过了 然后呢 我们来把它们做成一个Batch 然后我们将这个Batch给它扔过来 对啊 这个时候这个节点速度会明显变慢 来看一下整个面部特征呢 就会好很多 对啊 这16岁啊 我们再把它调小 如果我们现在调成6岁 再看一下 这个头发还是有些问题的啊 因为它还是偏西方人啊 但是你会发现 这个小孩的状态呢 就已经出来了啊 所以说非常的到位啊 但是呢 光这样做 其实还是不够的啊 不是特别的明显 所以说呢 我们其实还可以做一个 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可以将脸部给它 单独的拿出来 就会用到我们的 Auto Crop Face 拿出来呢 这儿我们暂时给4.0 然后我们可以预览一下这几张图 然后把这个Face呢 直接给到这儿 那我们再来看生成的效果 大家注意啊 现在呢 我这几个就只有脸的部分 身体的部分呢 可能大部分都被裁掉了 大家看一下 这样的话面部特征呢 可能更加明显一些 那为了清楚呢 我们现在呢 其实可以稍微调整一下 第一个呢 我可以供定种子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在提示词里边 可以明确的写明 它是一个 Chinese 是一个中国女孩 这样它会在很多外观形态上的表现呢 就会更加的准确啊 大家看一下 整个的表现就会更漂亮一些 那这是六岁的 下面呢 我们继续调整啊 看16岁的 16岁的时候 这儿我还是用割偶啊 大家看16岁的呢 它整个的这个状态就完全不一样了 下面呢 我们继续调 我们来看25岁的 这个呢 我们就变成woman 大家看一下 就会更成熟一些啊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40岁的 这个状态呢 就特别符合这个年龄段的设定啊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60岁的 看一下啊 这就是这个模型的一些 基本的特点 那你注意啊 年龄比较极端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去挑一些模型 比方60岁的时候 那我们看觉得 是不是哪个模型比 Dream是不是更好呢 你可以试一下啊 比方我们可以选一下这个 reovation 看一下它怎么样 你看一下这个reovation呢 相对来讲可能怎么说呀 就是对年龄的这种反应不是那么强烈啊 因为你发现它在处理这个年龄的时候还是比较委婉的 是吧 那就是说你看你喜欢那种感觉了啊 刚才呢 我们其实用了reovation啊 同时用了Dream Shipper啊 用了Jack or Not 那你可以对比一下就年龄比较大的时候比较小的时候 那么它整体的感觉 那如果你要是年龄比较偏年轻啊 比方就是25 那这种差别性的可能并不是特别大 所以说呢这个大家挑模型的时候啊 就是还是拿这种比较极端的一个年龄去挑 这样呢可能会更精准一些 另外你要注意就是东西方的模型在表现人物的时候呢 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那reovation呢 其实这个感觉有点偏东方人的这个感觉 而我们刚才给大家看的 像Dream Shipper也好 包括Jack or Not 也好 你去试的话 你会发现它在年龄大了之后 比方说在这个地方 这个皱纹表现的都会特别的明显啊 不知道是不是欧洲人他就是这样啊 但是亚洲人来讲的话呢 可能不会把那个皮肤的这种褶皱呢 表现的那么的明显 因为那人不太喜欢那个感觉啊 大家看一下 非常漂亮 那我们也可以试一下六岁的啊 六岁的如果试完没有问题 那就没问题了 你注意改了这个之后呢 一定要将这个乌曼改成狗 不要给模型造成困惑 那乌曼就是年龄比较大的女型 对吧 大家看一下 他其实呢 对年龄的这种处理可能不那么直接啊 其实六岁的时候 我觉得并没有Dream Shipper处理的那么好啊 那Dream Shipper反而对于这个小年龄呢 可能更能表现这种比较稚嫩的一个效果 这个嗯怎么说呀 有点太老成了是吧 那我们其实呢设定了各种年龄段的这个人物的一个表现 希望呢对于大家在生成图的时候有所帮助啊 大家可以试一下这个技术 好今天呢我们就聊这么多 关注我做一个懂爱的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